呦 哟 我的好姐姐 还活着呢 这么对我 启怀要是知道 我不会放过你的 你以为启怀 真的不是行吗 说什么 其实启怀早就厌恶你 希望你赶紧死掉 我跟你一起 不是他 启怀不会这么对我的 不见黄河不死心是吧 喂宝贝怎么了 亲爱的 我要告诉你你件好事 我怀你 你等我我马上去找你 可能 陆启怀你说过你会一辈子爱我的 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 林淑妍怎么也在 既然都被你发现了 那我跟语言也就索性不装了 一辈子对你好这种蠢话 也就你会信 结婚以后 连一言半语都没给我生 能容忍你到今天 你已经算我任之一尽 亲爱的 姐姐好像被你说的有点生气了呢 那就让他去死 他死到之前别再给我打电话 我看在姐妹一场份上 想留你条活命 不过 我起怀的 我怀了起怀的孩子 你父母对我 我会相抱怨的 你怀孕了 你更该死 喂 我心裡有了 我心裡有很無聊 我心裡也 我心裡有很無聊 我心裡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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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清 我的腿一直做了 清清 澤希 叫乾媽 乾媽 可惜 澤千這孩子得了嗜血細胞中科症 不然就能跟你們一起 這也是我從澳洲回來的原因 我本來想在三寶上學了 穩定了以後再回來找陸體懷的女語言 大寶就沒聽 我從來提前 陸先生 陸先生 這位姐姐姐姐會已經五年了 到底什麼時候去辦婚禮 陸總 陸先生 陸先生 陸總 我和啟懷 婚禮已經投館很久了 她之所以拖這麼久 就是想給我一個實際婚禮 誒 這就是我們的紮爹嗎 嗯 是 我也問 信不通 秦秦你去哪 妈妈你别管了 我们都安排好了 你们就放心吧 哪来的野丫头 今天这不是野丫头 今天有爹地 今天的爹地叫陆几华 陆总 这难道是您的私生女吗 你跟语言小姐 这么多年没有结婚 难道是因为这个孩子 我和启怀才不认识这个野丫头 南风赶走 哎等等 今天终于找到你爹地 今天以后不想跟你生一孩 好不好好不好 真的不认识你 快 给我查清这孩子来历 快去 陆总 亲子监听报告的结果出来 这个小女孩 真的是你亲生女 真的 那既然如此 舒颜肯定还活着 千姐 你今天 多大了 你为什么会在机场 带你去的人是谁 你妈咪呢 爹地 你们都问题好多呀 今天今年六岁 我是跟着小阿姨和干妈来的 干妈小阿姨 他们是谁啊 都是一直照顾我的人呀 千姐 你快告诉爹地 你妈咪是不是叫林舒颜 陈千真的不记得妈咪就好 那你妈咪心想在哪 爹地 你快逃我了 先把小姐送回别墅吧 再找个伯母照看 不要不要 我有一个一直照顾我的小阿姨 爹地 请你让她继续照顾我好不好 好 都听芊芊的快去查一下芊芊说这个小阿姨 是罗总 芊芊和爹地长得太像了 我那种潮迟早会被发现的 所以你就不和妈妈商量 直接拍妹妹去找爹地吗 哎妈咪我这不也是为你好吗 大哥现在这个情况 怎么也得拍妹妹去看见爹地的情况啊 一会再找你算账 你好 请问是舒颜小姐吗 是 恭喜您舒颜小姐 您今天受聘于陆家 请您立刻来到锦城别书宝道 好我一会就到 嘿嘿你看 去爹地家里总比去他工资里方便多了吧 舒泽西 如果你以后再先斩后奏自作主张 妈咪饶不了你 对对对对 好爱你干嘛呀 哎你来这吧你看 挂着你这样 往下一点 哎不对不对还是往上放吧 上好 这 爷爷 陆先生 你好 我是舒颜 你怎么由我太太林舒颜的耳朵 这对耳环是一年前千千送给我的 这对耳环是我当年给我太太从国外定做的 全世界可值此一对 是吗 我可是听说当初你为了领雨爷不惜杀其灭子 当着我这样的陌生人就没有必要立申请人设了吧 什么意思 我没有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陆先生你弄疼我了 舒小姐 你倒用我太太的名字带着她的耳朵 还蛊惑我的女儿 那是何举行 陆先生 你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懂 你的未婚妻不是林小姐 爹地你都成小阿姨了 天天不喜欢这样的爹地 名字是父母所赐 我无意令你警觉 还请陆行手自重 南风 每个月三十万 照顾好倩倩 直到她不需要你病治 惯用左手 自己 她真的不是舒颜 舒颜 我找了你整整六年 你为我生下女儿 可你为什么就不肯出来见 小阿姨 千千想洗香香 好 还愿意 怎么 陆总也想让我帮你洗吗 舒小姐愿意愿意啊 我也确实不顾 陆总 麻烦让 能容忍你到今天 已经算过人之意气 那就让她去死 她死到之前 别再给我打电话 陆总 你未免过于自作多情了些 我还没有空虚到 是个男人 就要同怀送报的 激光舒小姐 你记住自己说的话 你就是勾引起怀那个狐狸精 趁我没发火之前 赶紧收拾东西滚蛋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的雇主好像是陆先生吧 你有什么资格赶我走 我有什么资格 我是陆家未来的女主人 你说没有这个字 未来的女主人 又代表现在还不是 等你成为真正的陆太太再说呢 对了 我好像听说 你们的风气已经推迟三次了 看起来陆先生 也不怎么想去 闭嘴你个下界的女佣 不请你这么说小阿姨 你个不明来丽的野种 也可以跟我说话 别太受胖了 我连孩子都不放过 反正她一个不明来丽的野种 就算把她和你一起活埋 且快也不会在意 你个下界的女佣 你敢打我 我打的就是你 到底发生了什么 心怀 你们来的正好 这个女人 刚才把欠欠欠打了 这位贼还捉贼 你看 把欠欠她耳朵都打黄了 还不是 是这个坏女人打的 无妨 安芳 沐总害怕 书莹小姐照顾不好小姐 所以让我提前在这里 放了支录音笔 刚刚发生的一切 已经都被记录下来了 我连孩子都不放过 反正她一个不明来丽的野种 就算把她和你一起活埋 几华也不会在意 既然陆总已经查明真相 那我就先带小姐出去上料 还有 请把屋里所有录音笔撤走 齐华 我只是想确认一下海思的身份而已 够了 我告诉你 我和千千已经做了心子鉴定 以后没我的允许 谁都不能到这儿 安芳 送客 齐华 宁小姐 洛洛已经发话了 如果你再继续纠缠的话 我就只能向皇安把你冷 那个是今天的事吧 道歉就不必了 直接给我精神损失费吧 多少 十万 你怎么不去抢 像你这种女人 连妍妍一个手指头都比 整天炎炎长炎炎短的 你那么怀念前妻 为什么还要和林小姐订婚呢 这不关你事 是我 给书院这儿十万 爹地 常焯 小阿姨做的和服饼 超级好吃哦 好好好 来 你也吃 好了 别噎着 快 喝口酒奶 哎 我的呢 陆先生给的酬劳 只过照顾千千的 可不包含其他服务 想让我给你倒牛奶也可以啊 再转十万吧 舒小姐 你不要以为仗着千千离不开你就为所欲为 我的忍耐度是有限的 我的忍耐度是有限的 好了 你们两个别吵了 爹地 你不就是想喝牛奶吗 千千的一半分给爹地 好了 爹地不喝啊 千千喝 我懒得跟你这种财迷计计 对了 我给千千抱了幼儿园 吃完饭 立马送他过去 我知道了 舒颜这个狐狸精 居然敢当着我的面勾引起话 你们两个都给我走着 喂 给你个任务 一会儿把他们两个弄死 第一天上学开心吗 开心 哎 司机师傅呢 你是谁 你别过来 妈咪 千千 你放开我孩子 我嘴闭上不远 就在了那个小猪子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妈咪 姐姐 妈咪 姐姐 我出生下不远呀 是我的了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啊 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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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天天 我一救 大風把他給我處理掉 如果天天要是有什麼三長兩路 我饒不了你 天天就是跟你出去才出事的 你也饒不了我 大哥 蘇煙 你就是個保姆 還沒追究你的事 你還敢這麼跟我說話 告訴你記錄自己的身份 嚇死了 找不了你 呦 自導自演的火龍技 明白 喜華我已經妙查過了 那個主動告訴你定位的人叫蘇秦靖 在他沒有入住路家之前 他們兩個一直住在一起 是好朋友 所以呢 所以這一切從開始就是個陰謀 既然你調查的這麼清楚 我怎麼不報警抓我們呀 你今天在這裡說三道四 王愛 你要是不相信的話 可以讓南風去調查他 完了 非見是你不要查 如果真查出來是他 饒不了我 醫生 我女兒怎麼樣了 醫生 今天怎麼樣 病人已經基本脫離危險了 不過孩子畢竟傷到了腦袋 以後還是要多加注意 切記不要讓孩子有太大的情緒波動 爹地我做了一個很長的夢 忘記你和小阿姨因為一個壞女人在吵架 都是爹地不好 沒有照顧好千千 對不起 千千不想看到她 好好好 爹地馬上讓她走 還站著幹嘛 沒聽見千千說的話 趕緊走 喜華 我為了千千的事情一直在四處奔波 林小姐 請你離開 請你離開 喂 陸總 查清楚了 書研之前一直是在歐洲做磁器生意 半年前破產 成了小姐的專職包吾 她人從小就在歐洲長大 無論是她的言談舉止還是行為習慣 就連職業跟太太偏差地別 所以 她是太太的可能性不大 那她為什麼突然回國呀 這個我還在調查 不過自從書小姐回國之後 她就一直跟那個蘇情境 和一個六歲男孩住在一起 六歲男孩 千千也是六歲 怎麼這麼巧 照片已經發到你手機上了 事餘那群綁匪我還在查 目前只知道他們是青幫的人 青幫和陸氏向來有矛盾 恐怕 好 你不過繼續查 有消息告訴我 千千要多多吃香蕉 這樣才能快快恢復 吃甜意就好了 不用吃香蕉了 如果千千多多吃香蕉的話 就滿足你一個願望 真的嗎 嗯 那我想看媽咪以前的照片 好媽媽答應你快快吃吧 哎妍妍你等等我給你拍張照 好 來你往這看 來 三二一 你幹嘛呢 還不起來 你鬼鬼神在我書房幹嘛呢 小姐說書房有一本太太 以前的相冊 特別想看 所以才讓我來找她 書房裡竟然還有她的相冊 陸總 時間不早了 我該休息了 這個相冊我會親手交給千千 好的 晚安 陸總 那些事情都查清楚了 是林雨嫣對吧 雖說那幫綁匪都是青幫的人 但最近的通話記錄和資金往來 都和袁小姐夫 你會把我很多事弄 阿姨 如果是你的話 你會怎麼處理這樣的事情 阿姨媽媽的相冊呢 來這呢 來 哇 媽咪以前的樣子好好看 以前 你妈咪现在不长这样吗 完全不一样 简直是两个人 那你妈咪现在长什么样 妈咪 妈咪现在不好看 她的脸上都是伤疤 简直像一个丑八怪一样 难道说 远远是因为毁容了才不肯出来见我 爹地 妈咪变成丑八怪了 你还愿意跟她在一起吗 不管妈咪变成什么样 都是我的妻子 爹地 但是妈咪说她不想见到你 如果没有我 你们两个就没有一点关系了 千千公主 吃饼干 哇 好像真好吃 千千大病出狱 你多做些有营养的给她吃 爹地 就说你很厉害很厉害 什么都会做 那你亲自给 千千做一点有营养的东西吧 好呀 千千想吃什么菜 来 你陪我去趟烧炒吧 这个可乐鸡翅 今天在喜欢吗 这个好做 很简单 那你教我 你教赛你吧 你教 喂 树言 你和陆启怀在超市逛街的时候 便是拍下来发在网上了 你以为她正离花待遇的直播呢 她大小是个网红 现在网友都在骂你是个小三 雷姐我发给你了 大家不要相信那些谣言 我和启怀很相爱 一定是那个女人的故意赖着启怀 她就是个狐狸精 天呐 这女人谁呀 真不要脸 陆总和云烟姐姐的婚约 人尽皆知的 还吃三道三 赶紧把她人肉出来吧 这种人就该游街示众 陆先生 麻烦你管好你们未婚妻 不要再对我的生活 造成任何困扰 陆大方 你这特助是越来越玩忽之手了 我给你五分钟 马上处理我和舒颜的诡问 哇 好了 快尝尝 哇 爹地做的肉丝好好吃 好吃以后天天给你做 好不好 如果妍妍还在的话 我们一家三口 或许会是这样的场景 爹地我吃饱了 想看下猪开铁 好让小阿姨陪你去 陆启怀 你好大的面子 让我亲自来找你去 不是奶奶 你大晚上怎么过来了 你当我想来啊 网上的照片怎么回事 你被李彦订婚都五年了 你是她的未婚妇 你为什么还要和别的女人 在超市里头亲亲我我 奶奶是不惯喜欢的 不是奶奶她只是新来的保姆 我让她陪我买个菜而已 你堂堂的路是总裁 什么时候轮上你 亲自到超市去买菜 林书妍已经死了那么久了 这个家里从来就没有来过别的女人 如果她真的只是一个保姆 你立即让她给我滚蛋 不是奶奶她在这里尽量的照顾我 我为什么要赶她走啊 那你就没有考虑与烟的感受 要赶收烟走 是你出的路 不是的 我跟奶奶解释过很多回了 我网友上说的话不能当真的 你呀你呀 非要等到那个保姆算机上了起回 你才有危机感 我今天把话撂在这 要么立即载那个保姆走 要么你和语言结婚不然啊 以后我不想再见到你 我的寿宴要不要你来参加 起欢我当初劝过来说 可是她根本不听我的 是吗 她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 平时连手机都不 你告诉我她怎么知道这件事 起欢你不相信我 明月 咱俩的婚约怎么回事 你比谁都清楚 你要是看不清自己的身份 那这婚约也没必要 起欢你不能这么对我 方初言 有了遗嘱要你照顾我 就是因为这个遗嘱 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放过 明月 最好收敛你的信息 陆太太永远只有林书妍一个人 还有 你要是再有什么来信息 遗嘱也帮了她 陆启华为什么不告诉陆老太太 我是来照顾千千的 难道她不想承认千千的身份 喂 树妍 我看到网上的照片了 你怎么会去陆家做保姆 一言难尽 好在现在没事了 对了 泽谦身体怎么样 泽谦身体怎么样 她很好 这边有我 谢谢你了 你和我之间一定要这么客气吗 当年要不是你救了我 我早就已经 这六年来你已经帮了我太多了 我不能理所当然的接受你的帮助 呀 树妍 我 那你早点睡吧 晚安 陆先生来我房间是有什么事吗 今天的事呢 我会给你一个交代 另外网上的言论给你造成的伤害 我会给你五十万截止准备 陆总 源头查到了 ID是语言小姐家 好 知道了 我现在就给你一个交代 干的不错 继续找主情评论 让那个贱人尝尝被帮boss 喂 好的 语言小姐 陆总 更晚了 你干嘛来了 喂 电脑打开 电脑打开 喜欢 你怎么一来就 啊是 陆总 爬到了 语言小姐不止派人跟踪你和水晶小姐 还请了大量的水军在网上散播舆论 不是我做的 啊 我让你留在家里办公 结果你用我电脑做这种事情 你对死我吗 语言不是你让我跟踪陆总的吗啊 我什么时候让你做这种事情 说话 我怪我我要管好我经纪人 我不用让人用心意 陆总 请水军是需要发钱的 只要查清楚 给水军打钱的账户 就知道谁是幕后军兴了 现在给我查 喜怀 我的账户一直都是经纪人在帮我管理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什么时候管理过你的账户 陆总 爬到了 给水军打钱的账户 给水军打钱的账户 是林小姐经纪公司的公司账户 喜怀你看我就说吧 这个事情我真的跟我没有关系 不怪我 我马上就把你替公司干掉 我再跟你说一遍 同样的事情 我不想看到第二个 走 陆总给我解释路高 我记得你和你有朋友谈了八年了吧 是啊 今年年初订婚的准备在今年年里结婚 那你未婚妻知道你这么喜欢林语言吗 给水军转账的确定是公司账户吗 先生 我错了 但我帮林小姐不是因为我喜欢她 是觉得她太可怜了 她可怜 林小姐虽然是您的未婚妻 如果不是因为太爱您了 也不会那么惧怕一个新来的小保姆 自从千千回来之后 您对她的态度就变了 准确的来说 是您对水军小姐的态度太不一样 有吗 是您对水军小姐的态度太不一样 有呢 有的 您之前从来不会和保姆一起出门 也不会在被人两四三番的顶装之后 还留下她 蓝芳 你跟了我这么久还是第一次我 我原谅你 但是我告诉你下不为例 是先生 喂 泽芊 妈咪 我好想你们 大哥 我也好想你 你身体怎么样了 挺好的妈咪 你和千千上次被绑架 我担心了好久 要不然就回来吧 我们一定会有更好的办法 不一定要靠那个男人 我不想你为了我的骨髓一直受委屈 你放心吧 泽芊 妈咪一定不会让你有事的 泽芊 妈咪 大哥是不是又晕过去了 大哥会不会永远离开我们 肯定不会有事的 泽芊 书妍 要千晕过去了正在抢救 放心 有我在 谢谢您 千千 妈咪不舒服 先回去休息了 很遗憾 你们三位和患者的骨髓 都不匹配 如果没有合适的骨髓 能移植的话 则庆恐怕没多少时间了 敷过了 是因为昨天的事委屈 陆先生没有其他的吩咐的话 我就先走了 你喝醉了 我看没醉 你委屈什么 你本来就是抱着不屈 是一个幻想的来到身边 不是吗 我被偷拍被骂小三 现在连委屈的权利都没有了 你可以维护你的未婚妻 我没意见 真情不要过于双标 我其实是为了遁求 炎炎遗嘱里的决定 我才和语言订婚的爱 我什么时候写过遗书 如果要照顾林语言 可以做亲人 可以做朋友 所以陆先生 请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南风 树元小姐 能不能麻烦您 煮碗粥给陆总 她胃不太好 不然应酬 又喝了太多的酒 好吧 谢谢你 哎哭过了 昨天在客厅你说过一模一样的话 怎么陆先生还想顾忌重施吗 我记得了 就放这里了 站住 这下个时候谁叫你做的 没有谁叫的 说 谁叫去的 没有人叫我 不可能 这是妍妍才能做出来的味道 说 是不是妍妍派你来的 白秘书 没想到她竟然记得一碗粥的味道 没有谁教我 我是干别人的食谱 学的 妍妍确实是一个爱分享生活的 这个女人真是费尽心机 对 你这人喜欢的就是模仿了她 告诉你 你别想做她的替身 严严 谁都替代不了 她现在已经怀疑我的身份 要在她面前降低存在感 这女人怎么对我事不见 还是要就此放手了 分开那么久了我当然很想你啊 好了好了别闹了 很爱很爱你的 爸跟谁打电话 我跟谁打电话 好像跟陆先生没关系 你放开我 你不是一直对我都不不愧吗 几天不见换目标了 你干嘛我 陆先生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 难道不应该打吗 现在清醒了吗 这不就是你一直想要的吗 我告诉你 欲擒故障玩多了 可就愚蠢 陆先生未免太高看自己了 你处处活跑 处心积虑接近千千 现在还制造我们独蠢的机会 你要的不就是她吗 家庭 钱阿姨 你们两个是在吵架吗 没有没有 千千小姐弟可听错了 你们不去睡觉吗 秋花 你怎么晕倒了 我真的好担心你啊 陆总最近吃饭不规律 昨天又喝了高步白酒 我以为成眼发了 我就说我在别墅照顾你 你这样让我怎么放心吗 那龙姐就吃了出去 陆总还需要休息 先出去吧 书彦 我一定要把你把你把你拿走 端出路前 你好 鹿奶奶還沒有起床嗎 沒弄 林小姐再等等吧 我等多久都沒有關係的 奶奶人到了 林小姐請 這麼早來看我啊 什麼事 奶奶 這個是山水大師 親自製作設計的寶貝 我也是找了好久好久 給您買到的 在今天凌晨六點到 我就給您送過來 謝謝你一片笑心了 本來這個是打算 在您寿宴那天送給您的 可是喜怀他準備在那天 和我解除婚約 妄想 當初訂婚的時候 家裡頭沒有一個人 他說要尊重王妻的遺願 現在你們訂婚 都已經五年了 他又要解除婚姻 他簡直是真把接婚當兒戲了 奶奶 這個不怪喜怀 都是豬顏 他真的是狐狸精 昨晚喜怀吃了他做的飯之後 胃炎都犯了 進了醫院 什麼 不過奶奶你放心 昨天我已經去醫院看過喜怀了 他已經沒事了 現在當務之急 是趕走舒妍那個女人 沒事這事交給奶奶奶你真好 我朋友那兒還有一套山水大師的作品 改天我一定高價回收 然後在您寿宴那天送給您 真是個怪孩子 舒妍小姐我家主子要見你 你家主子是誰 路老太太 好呀 我跟你去 你好 我是舒妍 你就是舒妍 果然一副虎媚妖子 怪會勾引男人的 沒想到您今天叫我來 是來畫我漂亮的 真不知性質 拿上一百萬 離開我孫子 沒想到 我還挺值錢的 不是你值錢 是我路家的少婦人值錢 你和我的孫媳婦 語嫣比 你是比不上趴的 您的茶餐真漂亮 不過看起來好像不值一百萬吧 那是語嫣啊 送給我的山水大師的孤品 你這麼親父的人 怎麼會知道趴的價值 我怎麼不記得千千的作品 有賣給過林語嫣 路老太太真會說笑 您該不會真的把假貨 當成寶貝吧 什麼 你竟敢說我用的是假貨 拿上這一百萬 三千之內 離開我路家 否則我對你不客氣 路先生 看起來您給我的工資不夠高呀 我要求漲工資 漲工資 對呀 在您奶奶眼裡 我可是價值一百萬 要求漲點工資 不過不能 再說了 這錢我也受之有愧 不收這筆錢 你怕不是受之有愧的 你是不是手得離開我呀 路先生不是早就知道我的夢 好啊 那我就頒做 看起來路先生 還是覺得不能對不起未婚妻啊 我先上去被欠欠了 奶奶 您這是出手阔綽啊 我這還不都是為了你和雨嫣好 你為了一個身份卑微的保姆 要和雨嫣解除婚約 我這當長輩的 我還不能管了 奶奶我這麼跟你說吧 即便是沒有輸眼 我也會和林雨嫣解除婚約 當年你不顧全家人的反對 非要娶林輸眼進門 他也沒有給我們路家生個孩子啊 現在林雨嫣 定婚六年了 你現在又要和他解除婚約 我這老太子什麼時候能抱上重孫子啊 您只是想抱上重孫子 那您會如願 奶奶您怎麼樣了 林烟啊 不是奶奶不幫你 實在是起懷啊 她太固執了 哈哈 嗯 沒事了奶奶 呃 我這兒還有一件山水大師的孤品 你看看 啊 真漂亮 耶 這位是沒有輩子啊 奶奶 我有一個妙計 思華 你怎麼才來啊 奶奶搶救我啊 睡了好久 到現在都沒醒 我真的很擔心啊 父老太太是急火攻心 好在搶救回來了 要看她比較虛弱 奶奶 幸福啊 你不看了 奶奶都被你氣到醫院來了 你還不舍得把那個女人趕走嗎 奶奶 這林雨嫣給了你什麼好處 非讓你裝病給我看 你這孩子 我就是被你氣病的 不是奶奶 這家庭醫生每周都給您檢查 這才出的結果 你一切正常 你要是聽我的話 我也就不會給你演戲了 什麼 你說他們在離出岩的小房子裡 正好 在那死個十天半會 也沒有人發現 半火燒死他了 你來找這個 媽咪 那是你 人家都在地方 對啊 這什麼 連怎麼萬金的房子都不來 最近馬上就快變天了 媽咪那我現在趕兩張不停止了 你們倆先不玩吧 你就可以小心掉了 小米 門打不開了 我聽我的話 媽咪 門打不開了 我聽我的話 啊 啊 小米 小米 你不是 fun嗎 小米 公 小米 我rill 公 我们的樱花树还在吗 该死 都说了什么呀 你是妍妍 你是妍妍对吗 你只是整了容 陆先生请自重 可不是你还忘记 不对 那你都不会知道樱花树的 那是只有我和妍妍才知道的 陆先生难道忘记了吗 上次千千受伤 我在您的书房里 找到过一本相册 上面就有您和您太太 跟樱花树下的合照 那你为什么要问我 樱花树还在不在 因为我这么说 光阴我要是死了 就我们辈子都忘不了 又允许任何人拿眼眼开玩笑 陆先生 既然您这么念念不忘您的前妻 为什么还让她独自在我生下千千 还要让她容貌尽慧 一见都不敢来见你 你给我住嘴 别以为救了千千就能挑战我的底线 陆先生 时来的情深比草都清洁 你还是别在这里自我感动 怪恶心 小阿姨 听说你和爹地醒了 我就赶快从他奶奶家赶过来了 哎 爹地呢 他去忙工作了 你说太奶奶家 你们昏迷的这两天 千千一直在我这呢 真不知道你没什么事 带孩子去那种地方干什么 太奶奶 这不怪小阿姨 是我听说那是我妈咪以前住的地方 是我听说那是我妈咪以前住的地方 一定要小阿姨带我去 好好好 太奶奶不怪了 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 千千你暂时是带不了 我准备给他单独再请一个保姆 等你的身体恢复好了 我再给你重新介绍一个体面 千千我不要信保姆就让小阿姨 要干什么 千千 千千 你不要别人 千千 你不要别人 千千 我不要别人 就让小阿姨 千千 你要干什么 找工作就不必了 陆家找我来做保姆 是陆总的意思 你不要拿陆总来压我 再怎么说我也是她的奶奶 她来了也没用 是吗 现在需要我的不是陆其怀 而是千千 小孩子不懂事 被你带的时间久了有感情 那也是正常 你不要以为你来我陆家 你的什么心思 我不知道 嗯 那我每天照顾千千的你持起居 这什么什么心思 自打我的妍妍去世之后 想到我陆家来做少奶的人 可不止你一个 我老太太年岁大了 眼睛里的可揉不得沙子 想要做陆家的孙媳妇啊 你就死了那份心吧 如果 我非要 那可由不得你 我陆家的少夫人 只能是林雨嫣 我继续留在陆家 身份迟早会发落 离开也是早晚的事 倒不如随了老太太给你 好 我答应你 那是最好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雨嫣 那个保姆啊 答应离开我们家了 真的 但是啊 她说了 必须要等我的寿宴结束之后啊 她才能走 我答应你的事啊 都已经做到了 你和启怀之间呢 你们好自为之吧啊 还有啊 你和启怀的孩子啊 你可一定要给我保护好了啊 这孩子要是出了什么岔子 就是我啊 也帮不了你了 奶奶 你等等 还有什么事 虽然说我现在划了启怀的孩子 可是我们两个的关系 他在寿宴上 不一定搭理我的 好了 我会说他的 你也是 一个女人 你连一个男人你都管不了 要不是我看着你死去的姐姐的份上 我才懒得管你 你个死老太婆 要不是我怀了别的男人的孩子 我才乱个天 什么 舒颜就是我姐姐林舒颜 芊芊是她女儿 她还有泽西和泽谦两个儿子 这也如果被启怀知道了 我们两个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在一起了 我等了这么多年 一定不能功快一口 林舒颜 我既然毁不掉了 那我就要在这次寿宴上 让你的母子四人 身败力 这是 明天就是奶奶的八十大寿 我希望你能穿上这件礼服 陪我跟芊芊和泽西一起参见 泽西 你知道了 要不是这场大火 我还真不知道原来泽西也是我的 泽西在哪 她没事你放心 只是受了点轻伤 我已经让南风把她送到苏青庆那里了 眼下奶奶太护着语言 我实在没办法接她回路家 不过你放心 明天寿宴上 我一定向所有宾客宣布 泽西和芊芊 就是我和林舒颜的孩子 我也去 我就是入家的一个保姆 还是算了吧 在我眼里 你已经不是保姆了 陆总请自重 我知道你救了千千两次 也救了泽西 你做的这些我都看在眼里 陆总不觉得 我是故意接近你了 没有谁会拿自己的性命算计别人 就算真的是 我也甘之如意 这件衣服 不像是新的 这其实是我太太的 你要是嫌弃我可以 不必了 明天的寿宴 我陪你一起参加 真的 那不是为了 千千跟泽西的身体都弱 他们是我从小看到大的 不管他们去哪 我都会跟着 我不允许孩子有任何闪失 陆总 公司有急事 让你回去认一下 来的真不是时候 你带孩子们先进去 我去去就会 站住 哟 我以为这是谁呢 打扮得这么漂亮 难道是陆家的小保姆吗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不知道吗 来参加陆家的寿宴 可是需要邀请函的 也是 像你这种级别的保姆 也不配 你这个话阿姨 凭什么不让我小阿姨进去 对啊 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去 你干什么你 你给我放过他们 他们自己会 我再次不要瞧你呢 林淑妍啊 林淑妍 看看吧 你现在多可怜 别带着孩子参加 太奶奶寿宴的资格 怎么没有 林淑妍啊 林淑妍 看看吧 你现在多可怜 别带着孩子参加 太奶奶寿宴的资格 怎么没有 你又比我好多赏 缠着陆启怀五六 就照样进不掉陆家大 你个贱人 林一燕 搞清楚自己的身份 我才是那个令人厌恶 林淑妍 你给我等着 你怎么还不滚 在我没有确保 两个孩子的安全之情 我哪里都不滚 我就没见过 你这么不要脸的女人 你还是赶紧走吧 你是不是变尴了 你又他妈哪根葱啊 陆总 你把淑妍小姐来这儿躺 这 这我不知道啊 这 大夫 我们陆氏集团的酒店 保安素质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参差不齐了 抱歉陆总 我来紧 你 被开除了 陆总 这是干什么呀 干什么 拦着陆总的会客 留着你 等着过年吗 还不赶紧滚 书小姐 赏个脸 千千跟泽西还在里面 我们快走 过来 一会把这个项链 放那个野鸭图书包里 这个不太好吧 这么少了 算吧 你要多少 行 可以 阿姨 我喜欢一杯果实可以装给千千吗 啊 你叫千千啊 行啊 就不太忙碌 不太忙碌 早告千千他们了吗 没有的 这 我四处也抓换了 后面我看到 小阿姨 千千 你们跑去哪里了 你脸上这是怎么了 小阿姨 我刚才偷偷化了妆 以后你们可不许乱跑了 知道了 行了赶紧进去吧 奶奶今天您过生日 这是送您的寿礼 我的项链呢 我给你花了五百万 买的绿叶仙踪 我的项链打去了 是谁偷了我的项链 趁我没发火之前 抓紧把我的项链还给我 被我找到之后 我要把你去到监狱 没有人愿意承认是吧 好 我现在出十万块悬赏 谁能找到我的项链 这十万块就归谁 还没有人愿意承认吗 李宇言你倒过了 今天是奶奶八十岁大寿 你要是在乎呢 后果自处 我没闹 我花了那么贵重的钱买个项链 让他帮我找找什么问题吗 齐怀 这么多的客人面前 不要丢了陆家的颜面 既然还是没有人愿意承认的话 那我找了谁 林小姐 你的项链是金色的吗 中间桑着五颗绿色的宝石 对猪肠 那我知道是谁呢 是谁 就是他那个小女孩 还不是 天天还没有偷我们的项链 我看看 李宇言 你给我放根重点 怎么 坐在军区了 他也得真面不得揭穿 这个叫做小孩偷别人项链的下链女人 是够的 明天你给我试个儿子 喜欢你当真要在重回回之下 躺过你的女人和这个女人吗 这就是你们陆家的大科知道 够了 把包给林小姐 你所便是奶奶 你是关陆家的颜面 奶奶 找到了就是这条项链 果然是你疯 你怎么能叫苏千千去偷别人的项链 你良心是被狗吃的吗 外人 你这个外人 书妍 我陆家对你不薄啊 铁正如山面前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书妍 我希望你还是赶快承认吧 我看在陆家的面子上 只要你跪下来磕头 我还愿意远让你 这种事情 一查监控 土包子 化妆间事关客人隐私 怎么可能会有监控 化妆间没监控没关系 我们自己有了 真相 马上接下 要是 啊 这个决定的啊 没关系 踩脏 我女 混你了 不 我真的不是我 是 是他 是他支持我的 是林小姐 你这个服务员 陷害千千不成 现在来陷害我 来人 把都给我扣去 来人 这里不就此 扣出去便宜他 把他给我送到警察局去 查不出幕后之人事实 你 是 行啊 我不知道的 都是那个服务员他骗我的 林小姐 无论你知情一否 你都应该为之前的所作所为 向我和谦谦道歉 好了 这件事到此结束 我不想在我的寿宴上 再出现这种情况 便会继续 芊芊 曾经 猪菜奶奶 孵如灯海 寿比南山 好好好 这水晶玉龙 世界上只有一个 怎么会有两个 来人 把我的货礼送上来 奶奶 这是我给您准备的货礼 水晶玉龙 这个呢 是玉珍大师的图里做 世界上独立我 可不是这些厌聚 黑皮的两个 这儿 别提 您看看大叔 这类是我从日本专门请过来的著名剑导师 林桑 这类是我从日本专门请过来的著名剑导师 这竟然是真的 这小难忘了 这小难忘了 什么来头 今日能拿到销声匿迹 多年的玉珍大师的图里做 这下可坏了 那家伙的手一旦传出 我的名剑导师 我的名剑导师就会了 小鬼头 对不住了 奶奶 大师已经切记住了 我这枚水晶玉龙是真的 它这个是假 我要是你的话 就赶快把剑导师丢掉 可是是丢了剑导师 据我所知 这位作品是有缺陷的 那么这个缺陷到底在哪儿 这小鬼头真难忘了 我怎么知道 我又不是玉珍大师 你胡说 玉珍大师的作品 怎么会有缺陷 当时我在雕刻这第一颗玉龙时 不小心多刻了一笔 导致玉龙脸上多了一颗类似水珠似的东西 这才让玉龙兵能驾驶连城 你说你失去陈大师 真是天大的笑话 小小年纪 最没助理 我看你这个家 还是咋了没好 不让 你可是你也不回来 我要不来 谁来这才你等 你真大师 横腾不明二代 像 我 您 是 哪 我的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我 你 真的不知道啊 我現在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情 今天我單方面和林雨妍解除婚約 陸其華我對你們陸家盡心盡力 結果你要為了這個狐狸精 和我解除婚約好 我也告訴你這件事情 懷孕三個月 你說什麼 既然你已經懷孕三個月了 那就可以做一下DNA 驗一驗到底是不是陸其華呢 你個賤人敢羞辱我 那我沒有 陸其華你別忘了 三個月前的那個晚上是你主動 你說那 三個月那天晚上我根本喝的爛醉 怎麼可能 陸其華我等了你那麼多年 你對我不負責就算了 我現在還了你的孩子 你也不承認是嗎 你還算不算是個男人 是啊 既然情懷不相信 那就做個證明給他看看 如果證明這個孩子是情懷的 奶奶立馬讓你們倆結婚 奶奶我也是只有情懷一個男人 不需要做DNA的 那你做個DNA就這麼難吧 你是不是心虛啊 還是說這孩子根本就不是陸其華 我和企懷兩個人的感情 不需要你賤人 到底誰是賤人 就讓大家自行別掉 他就讓你這麼快 他就讓你這麼快 林玉燕 你你才讓我失望啊你 我 我 喜歡這個不是我 你別碰我 從今天開始 我們的婚約到此為止 周祁環 林舒妍已經死了那麼多年了 你為什麼孩子不敢娶我 你都怪你 我還去你 這你不告訴我 機會機會 林玉燕 周祁姐 剛剛事情你要查清楚了吧 那個服務員 現在潛心小姐就是受了林玉燕的指使 我已經知道了 這個林玉燕真的是害人不切 陸總在因為開始之前 就已經知道了您的真實身份 也查清楚了當年 林小姐 保存著總裁的名義 去殺你的世界 你說什麼 當年是林玉燕騙我 陸總那麼愛你 又怎麼可能會殺害您半分 當年您聽到的通話 不過是電腦合成的 陸總本來是想借著今天的壽宴 和林玉燕解除婚約之後就向您求婚的 是沒想到會發生這些事情 林玉燕 醫生 起懷怎麼樣 對不起 舒妍小姐 陸先生內臟破裂 失血過多 現在 你無力回天 不可能 他還沒有跟我求婚 怎麼會死 你胡說 別激動 舒妍小姐 抱歉 我們已經盡力了 起懷 你別睡了 你醒醒啊 你醒醒啊 起懷 起懷 你醒醒啊 起懷 你醒醒啊 起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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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你 抱歉他了 你想死了 不可能 我還有好多晚都沒有告訴他 你怎麼會忍心丟下我 起懷 是不是冤枉你了 你醒來好不好 起懷 你醒醒呢 起懷 你急著早上那麼久 不會忍心丟下我的事 我們都在 當時的事都緊繞起来 這意思 這意思 你被送婚禮看いて 真的 這敢騙我 別打 別打 太無聊了 伤口了点 伤口了点 苏妍 你听我说 失去你的这几年 我无时不刻不在想着你 我甚至想过为你殉情 苏妍 你知道 我知道今天这场合不合适 我不想等 也不能等 苏妍 嫁给我吧 在你的心底呀 不管是多远的远方 我 不要害怕我再想到 我对不起你 我真的不能理他 为什么呀 我们之间的误会都已经解除了 你也原谅我了 为什么就不能答应我呢 因为苏妍是我老婆 苏妍 她说的是真的 是 你别说 我有点乱 不是 你都已经结婚了 你为什么要回国 你为什么要想办法接近我呢 当然是为了复仇了 六年前的事对于书妍来说 一直如梗在喉 如今让书妍回国 也只不过是看看你们这对拱男女 是怎样的下场 云琛 当年的事都是林云爷所为 对 跟秦淮没有关系 无论怎样都是她没保护好你 她不配做你的丈夫 你说的对 不管怎样 我还是要谢谢你 救了书妍和两个孩子 是三个 书妍当初怀的是三宝胎 只不过 大宝因为先天基因缺陷 一直在国外的SAO住人 如今回国 只是寄希望于其代谢 如今回国只是寄希望于其代谢 如今回国只是寄希望于其代谢 你啊 你就别再自我多情了 原来是这样 书妍 你害我吗 我再说一遍 书妍是我老婆 而且国外已经研究出 修复大宝基因缺陷的技术 你给已经没有用了 这是什么 书妍 只要你跟我回国 我就立马安排大宝的手术 到时候一切就结束 可启怀为我而上 我不能这样一走了之啊 小爸爸 小爸爸 倩倩则希 小爸爸带你们回家好不好啊 倩倩则希 你呢 倩倩则希 你呢 我也不想和女儿和妹妹懂 倩倩则希你们 行吧 既然这样我也就不勉强了 只过书妍 你别忘了 大宝还等着你回去就 失踪失留 倩倩则希 你们 哪只 выбora verdade 茶匙 好 我知道了 初明 奶奶想见你 那我们 我陪你们一起回去 看奶奶 看奶奶 来来来 坐下 叔爷来了 坐 叔爷啊 过去的事奶奶都知道了 是奶奶对不住你 没有 奶奶应重了 你历尽万难 如今你和启怀又重新相逢 说明你和启怀你们的缘分未尽 你一个人托儿代女 也着实不容你了 不如你和启怀复婚吧 也给这两个小家伙 一个完整的家 如今启怀已经权益 我也是时候出国 去找我的大宝了 大宝 奶奶 叔爷她已经结婚了 而且当时她怀的是三宝胎 大宝现在身体不好 所以她需要回去照顾 哎呀 作孽呀 可怜我这个大宝孙呐 倩倩 你小回就找爸爸家了 老爸爸人也很好 感觉他也很爱妈妈 但是爹地才是我们的亲生父亲呀 我们就这么回去了 爹地怎么办 对啊 但是还有大哥呢 大哥在国外 并为野生人的照顾 那怎么办嘛 大哥也在陪 爹地也在陪 我猜他们哪个前天都会伤心的 这样二哥 你把前天分成两半吧 这样前天就能同时陪 大哥还有爹地了 大嫂子 你怎么在冰上做这样呢 快起来 张姨 我饿了 好 大家在你等着 我去给你拿半钩 好 想吃货 天天才不是吃货 天天现在在长身体 爹地说 多吃饭才能长高高 哎 我有办法了 快 天天和希 小爸爸 你是来接我们的吗 对呀 我来接你们回家 你们开不开心 开心 开心 哎 妈妈呢 他们在楼上收拾行李 应该马上掉下来了 是 妈咪 妈咪 那咱们走 慢着 奶奶 你这是干什么 舒颜 明明你对启怀还有感觉 你就真的要走吗 老太太 您别忘了 舒颜现在是我老 与您和陆家已经再无相干 是 书颜是你的老婆 可是这三个孩子 可是我陆家的血脉 只要我陆家尚在 他们就不能任你做父 你什么意思 事已至此 书颜要走要留随他的便 但是这三个孩子 必须留下 展岚你别逼我 我逼你 是你在逼我 若今天我非要带他们走呢 那就从我老太太的尸体上 跨过去 奶奶 当年书颜一个人 怀了三个孩子 逃往他国受尽苦楚 我不能只顾自己 强行把他们留下 既然傅云辰都给他们幸福 我又是有什么资格阻拦呢 那你怎么办 你受的委屈就比他少吗 当初知道书颜身亡 你把自己 折磨成什么样子 你都忘了 你不要自欺欺人了 书颜 没有你想的那么大度 那我能怎么办 人书颜已经结婚了 孩子是我的底线 必须得给我留下 奶 你能不能替孩子考虑一下 他们还这么小 你让他们离开母亲 你忍心吗 我是不忍心 可我更不忍心 见你苦苦寻求一人 却最终消沉 奶 我知道你疼我了 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 让他们走吧 你就不后悔呀 后悔 你们走吧 我会想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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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it's all oh 寂寞的顾米要死亡 乌铃 走咱们上车 等等 责西呢 芊芊 你刚不是和你二哥在一块吗 你知道他去哪了吗 我没记忆 那芊芊你先勾勾上车 我和你小爸爸去找一下你二哥 责西 责西 妈咪我肚子好疼 怎么会突然肚子疼 你是不是吃坏什么东西了 没有 我就是肚子 时间又来不及了 今天就这一般飞机 又天气还这样 爸爸还在这等着 不过只能错过了 那也没有办法 云震你先去找泽西 我带芊芊先去公厕解决一下 妈咪我忍不住了 好咱们先在这去 您好 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快点电话 没有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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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阁不及笔电话 您又做什么 阿金智 您在阿金智只是110的意思 大哥这是在这样重新 跳啊 出事了 好 下次可不能乱吃东西了 知道吗 知道了 才爸爸可不可以 你赶时间不上车 说什么呢 你的身体不最重要了 我不知道云震 找到责心了 妈咪你是不是不想回去 怎么还不上车 云震 我有些话想对你说 有什么等会再说 有些话必须现在说 好 你说 对不起 我 不用再说了 我知道你现在还有我 不是 我只是突然想明白了一些事情 国外我会去的 大宝我也会救的 只是我不能再拖累你了 只是我不能再拖累你了 什么意思 云震 很抱歉我不能回应你的感情 我想我们的行婚是时候结束了 什么是不能回应 属颜你哪怕努力过一点点吧 云震 感情光靠努力是不够的 你那么优秀 你还会找到更好的 不用再说 好 我们回去离婚 云震 那泽西找到了吗 找到了就在车 走你们上车 泽西在哪 妈咪 怎么回事 亲怎么没留住妈咪 而且我还没上车呢 您好 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 不接电话 您好 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 不可能 那怎么妈咪又不接电话 走 出事了 爹爹 不是 你不是跟妈咪 去国家打大宝了吗 爹爹出事了 我跟大宝联系不上 他给我发的微信很怪异 是他向我求救 你快给我看看 大宝的爹爹能很厉害 他经常给我讲二信制 他告诉过我 在二信制中 6就是110的意思 你是说 大宝被人绑架了 书云川 我就知道 他以大宝生命为由 毕书云和他回国肯定是有阴谋 那你妈咪和芊芊呢 他们都跟小爸爸走了 我本来都跟芊芊说好了 要拖住妈妈的 可是他们连我都不管了 就开始出走了 他们不会出事的吧 你说 别怕 咱们一起去把妈妈和芊芊找回来 走 是我 马上给我找到傅云川的下落 要快 书云和芊芊可能被绑架了 哎 子歇 你还记得傅云川的车牌号码吗 我不知道 没事 不记得没关系 可我人家的手机定位 好小子 你怎么不早说 从小妈咪就很紧张我们三个 怕我们被坏人拐走 于是 他就每一天 我们要出门都要向他提前报备 所以继续起 我们四个就互相扭着手 去定位 以便于妈咪能实施掌握我们的动画信息 好 这样 从现在开始你给爹地指路好吧 好 定位点时右转就到了 哎 爹爹这就是这 爹爹 这是妈咪和妈咪手机 糟了 是大宝 快快来去快见 哥哥你你有事吗 我没事 还好你看出了我的求救信息 及时帮我报了警 我现在 我现在已经被警察手机救出来了 快帮他有没有受伤 哥哥 爹爹爹跟你有什么受伤 爹爹爹 你快告诉爹爹 啊我没事啊 对了 你要小心小爸爸 就是他绑架了我 而且 我在半个月前 就已经做过手术了 他就是故意想令我病危的事情 你妈妈回到他身边 可是哥哥 妈咪和妹妹已经被他带走了 他还把妈咪和妹妹的手机 扔在了路边 我们找不到妈咪他们了 机场 机场去了吗 我爹爹刚才查了机场的航班 今天因为天气不好 没有通往国外的航班了 爹琪 爹琪 我会进回黑姐小爸爸的手机 把他们的位置放给你 喂 是我找到了吗 罗总 落空显示 傅云琛带着舒小姐和芊芊 去了岳路山民宿 由于傅云琛开放时用了假身份证 王监浩还在调查中 行后证 哎 快 岳路山民宿15号 走 我们走快 你也是个小没良心的 有了爹地 却忘了小爸爸 不过没关系 等你醒了 就只有一个爹地 书免 胡云 你一回国就背叛 所以你做的还不够多 书彦 是你逼我的 陆雨晨 你疯了吗 我没有信任你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你笑什么 你别 我是疯的 从你跟我说离婚的那一刻 我就已经疯了 有话好好说 别动手 你眼睛只能是我的 你住手 是这吗 不是吧 前面 爸爸是这里 走走走快 陆雨晨 你快出手 陆雨晨都醒了 妈咪已经哭了 你放开妈咪 快走 你别管妈妈 滚开 陆雨晨 陆雨晨 你别吓妈妈 陆雨晨 你学习了 陆雨晨 要是陆雨晨有什么症 你也别想活 陆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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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rnard 陆雨晨 的 陆雨晨 陆雨晨 倩倩 你醒了 怎么样 头还疼不疼 妈咪 我刚才是装的 要是我不这样 小爸爸还是不会放过你的 打死妈妈了 没事就好 没事咱也去医院看看啊 倩倩不想去医院 那可不行啊 对啊 必须得去 妈咪 你这次能原谅爹地吗 可能跟大夫二哥以后跟爹地妈咪一起生活吗 倩倩想和爹地一块住吗 想 爹地对我和哥哥可好了 可是云辰叔叔对你们也很好呀 才不是 小爸爸今天对倩倩就不好 还这样对妈咪 倩倩以后才不要跟他一起生活 当年妈咪和爹地 因为一些误会才变成今天的局面 妈咪不是没有想过要和爹地和好 但是我发现我做不到 为什么呀 因为有些事情过去了 就再也回过来 但是妈咪 我还是觉得你很喜欢爹地的呀 别胡说了 快睡吧 妈咪 你脸红了 你撒谎哟 喝时间 陆启怀 你干嘛 一大清早的 千千泽西他们呢 他们在楼下呢 你这是什么意思 陆启怀你到底要干什么 这些年你一个人带孩子辛苦了 当年是我很抱歉 我没能支持你妹妹 也没能找到你个屋子私人 是我这个当父亲的太失职了 这些钱呢 就当是补偿你们的 所以 一大清早 你就是来说这些的吗 在你眼里 我和孩子就职这些吗 不是这个意思 我就是觉得我一直以来太自私了 从来就没想过你想要 所以 你是要我拿着行李走吗 好 如你所愿 千千 泽西 走 我们现在就回国外 现在就要走 对呀 还不是因为有人不愿意咱们留在这 其他的别问了 赶紧走 你有事冲我来 别冲孩子撒气 我 我哪里冲孩子撒气了 是谁昨天晚上说 再也回不去了 还说我勉强 你怎么还偷听啊 偷听也就算了 还不听全 什么 什么意思 爹地 妈咪昨晚的意思是 想跟你再试试 哎呀 爹地 你怎么一道感情这块就这么笨呢 他们 说的都是真的 你没有要走 千千 泽西 多嘴 我有事要出去一下 我有事要出去一下 又要去见傅宁川 不行 我不让去 秦怀 他马上就回国外了 我说去跟他道别的 哎 行行行 那你早就道别啊 爹地 你确定要妈咪一个人去吗 你瘦了 这几天没有好好吃饭吗 你还有心情关心我呢 再怎么说 你也是我名医生的丈夫 当然要关心的 好一个名医上的丈夫 云辰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我们会走到今天这一点 云辰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我们会走到今天这一点 都是我一手搞砸的 其实我一直都知道你不爱我 但是我看到你跟陆锦怀 一家四口的时候 我就想到我们过去 如果你没有回国 我们现在是不是就真的变成一家人了 云辰 你不要把我不切实际的幻想了 我知道 我就知道这是你了 所以我才会出此下子的 书衍 你要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想伤害我 这几年 谢谢你对我跟孩子们的照顾 其实 这几年我心里不是没有你 真的吗 只是 我心里还有陆锦怀 就这样跟你在一起 对你不公平啊 只是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想和我在一起 虽然我不会答应你 但我一定会想办法补偿你的 如果 没有陆锦怀 你会爱我吗 会 先生 你的美食到了 这么巧 你不也来喝咖啡 陆锦怀 不是说好在家等吗 你在这干什么 不是 这 哎呀 我也来喝咖啡吗 这纯属巧合 好一个巧合 骗鬼呢你 你就这么不相信我吗 哎不是啊 我这不是担心你吗 而且千千让我跟着你 那我能有什么办法 元晨 本来想好好告别的 但是你看现在 离婚写一书我都已经签好了 但是你是三个孩子的干爹这件事 永远都不会改变 哎哎 哎你你你你等等我你 哎 你打我干嘛呀 你说呢 你让我在富云城面前丢尽了脸 我一个我爱了七年的男人 居然是一个托听老婆跟别的男人谈话的人 那谁让那个男人之间差点那什么你 我就是担心你我有什么错 一个担心就可以网顾我的意愿吗 也是毕竟我们分开了六年 这样也正常 不是 你怎么又扯得我们分开六年身上了 你既然你这么不放心我 那复婚的事情就算了 是千千跟泽西必须要跟我 还有 但一千万的支票也要还给我 我跟千千还有泽西要搬出去住 至于你想孩子的时候再来看吧 复婚的事情就别想了 哎不不不 怎么就又算了呀 不是 你哎呀你真是冤枉死我了你 是是是 啊 哎 什么吗 道歉道得那么没有诚意 好了别催了马上到哈 放心吧 五十平是这个地方吗 我到了对对对 我都跟人家约好了 你帮我看着店边装修就好了 我帮你这么大的忙 你之后可得好好好 有人在吗 你好 我是苏晴晴的朋友 有人在吗 颜颜 我已经弄丢过你一次了 这一次 绝对绝对不会让你 再从我身边离开 苏晴晴你又不幼稚 是幼稚 但我的幼稚只给你 从今天开始 我会把我的心 把我所有的爱 都给你 别再离开我 好吧 不要 加油了 成为陆太太 让我照顾你的意思 气宽 你会嫌弃 我心里有一个深的内容吗 不管你别是什么样子 你都是我陆景的最爱的定格 It's a beautiful life It's a beautiful life I'll protect you It's a beautiful life I'll look at you Beautiful love You're tear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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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twere It's a beautiful life Beautiful day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